你敢不答应吗 还记得上周给男生问出的选择题吗 这周给女生的选择题来了 假如这世界上只剩下四个男生 男A 阳光大男孩又高又帅 然而私生活却极其疑问 男B 亿万富翁 人生赢家 身高却只有1米4 男C 中厚老实 却穷到交不起房租 男D 双赏报表 灵魂交流 毫无压力 然而是个性无能 好了 如果必须要让你挑一个 你会挑谁呢 D 吧 为啥 我不太在乎这个性 选C 忠诚 省心 那他强啊 我有钱了 我选择单身 B 四个 为啥 因为他性无能 双伤俱高应该比较好说话吧 就当个聊天的也可以 我肯定选这个D 因为他双伤俱高 就是宋阳我跟他交流特别的开心 把这些性无能 肯定跟我做不了什么 可以跟A C B去搞两条 C 吧 人比较重要吧 就是忠诚 还是选个穷了吧 忠诚啊 但是穷啊 费穷 我有交响了 第四个 因为智商高情商高的话 会活得比较开心 选B吧 因为钱是万能的 我选C吧 就是穷可以改变 但是我觉得忠诚是一个人的性格 我相信他不会一辈子穷 我会选A和B吧 如果性无能的话 简直就是这个 剩下几十年生活 就缺了50% 如果结婚的话 穷就再见吧 物质是爱情的基础 C啊 B啊 要钱怎么活啊 但是每天要面对他 就要就是心里比较舒坦啊 一米四可以整啊 敲断腿重新来 这么美 如果时间上就剩下这四个男生了 你会选哪个 忠诚 我喜欢忠诚 忠诚好 不对 忠诚还不如一只狗 乖 进去吧 不要忠诚 这个 双山巨高 双山 双山是什么意思啊 双山就是 情商和智商的意思啊 为什么不叫IQ1Q 有钱吧 有钱 但是它矮啊 才一米四 一米四 我吵架的时候 我很占优势的 欢迎搜索看头视频 关注我们 互相谈论的话题 别忘了 给我们留言哦